欢迎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英文 好我们今天先来介绍 跟我对谈的是记者苏一欢 一欢好 一楼好大家好 我是一欢 好我们今天先带大家来掌握 国际上的几件大事 包含就是乌俄战争的最新情势 我们已经这个打了一年了 每次说这个俄军要开始猛烈的攻击 到底有没有呢 现在似乎有一点点胶着啦 那乌克兰这边也有些反攻的举动 但是没有完全正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俄罗斯的图阿普蟹这边 或许大家对俄罗斯的这个概念不太理解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那它是在领土的这个边边的部分 那其实乌克兰就在这边 那这边是黑海 所以它就是在黑海边界的一个港口城市 结果呢 他们在这个当地时间的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油库突然爆炸起火 那俄国的媒体是说 其实是遭到两架不明无人机的袭击哦 那他们的锅炉毁损了 但是还好没有人伤亡 那在建物外面也发现了两个大概是1.5公尺身的一个弹坑哦 所以他们就是俄国媒体就说哦 这一定是被乌克兰攻击哦 那确实俄国也有在做统计哦 说在去年2月24号开战以来 俄罗斯的境界就发生了不寻常的爆炸事件 但都没有得到正式的解释 就是谁做的没有人承认就对了 好那包含是乌南一个这个港口城市 就是马里乌波尔 现在有一部分也是被这个俄军占领嘛 那他们也说就俄军也说 他们至少发生了14起不明火灾的事故 所以他们就在想说 不对哦 乌克兰一直要西方的军援 该不会真的军援给了一些新型的远程武器 还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呢 开始有一些不同的疑问跟声音哦 所以这也是最近在这个部分 好像传出乌克兰有无人机袭击的状况发生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军队 他们其实最近啊 持续对乌东地区的巴赫姆特进行攻击哦 他们疑似就是想要把他拿下来 那最近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陆军上架 他也说 其实他认为说 目前的这个局势是相当的危急的 因为说他说俄罗斯军队 疑似还派出他们的拥兵集团瓦格纳 部队到这个巴赫姆特这边来进行突击 那试图要来突破这个乌军的防线 那乌克兰军队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 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说 其实巴赫姆特的南部 目前是这个乌克兰军队 他们唯一控制的地方 那对此这个军事分析家 他也指出说 其实啊 有可能俄军接下来会切断这个 巴赫姆特通往西部的这个道路 也就是通往这个查西夫亚俄镇的道路 那因为这样呢 他们就可以企图来包围乌军的这个士兵 来打击乌军 不过其实最近啊 双方都打得相当辛苦 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说 最近天气开始回暖了嘛 那开始冰戎 导致说这个盾内斯克地区 都是一些泥泞 那甚至道路啊 还有很多变成了这个河流 所以其实双方在攻守上 都是一个蛮大的困难的 对 但每次这样讲 还是有人会发动攻击 我觉得去年在2月初的时候 我也曾经分析过说 冰戎哦 其实不好进军 但俄国还是进军哦 所以这也很难讲 好 当然我们刚刚不是上一章有讲到说 这个俄罗斯的图阿普蟹 好像有被无人机攻击 那不止这个地方 其实距离莫斯科 只有一百公里一个地方 也有一架无人机飞去 甚至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在星期二的时候 也疑似出现了不明飞行物 还让俄罗斯一度关闭空域 卧室窗户碎裂 俄罗斯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 传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三架无人机周一晚间 出现在乌尔边境 同一天俄罗斯黑海沿岸 也传出离奇事故 俄罗斯第二大城圣彼得堡 星期二早上突然关闭空域 至少五架飞机临时折返 克里姆林公没有解释原因 但有消息指出是侦测到不明飞行物 机场重新开放没多久 俄罗斯又有几家广播和电视台 被害错发空袭警报 一连串事件惹毛普钦 乌军虽然没承认是幕后黑手 但乌克兰国产无人机 种类功能的确相当多样 其中一款无人机竟然还深入敌营 飞到距离莫斯科100公里附近 乌克兰利用科技亲门踏户 也难怪普钦会震怒 TVS新闻最后报道 我们看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打仗 感觉有这个 一直都觉得是代言人之战 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 这个背后也有一点势力的较劲 好 但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关系 真的蛮好的 甚至跟另一个国家一起来做联合军演 就是南非 那他们三个国家是在2月17号到27号 进行了联合军演 这是2019年之后的第二次 好 那这次俄罗斯也有一个这个 护卫舰很引发关注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戈尔什科夫的海军援帅级护卫舰 之前其实我们就有讲过 那它特别的地方就在说 这个护卫舰可搭载最新型的 超高音速的 告石巡航导弹系统 这是普清的这个大阵机 他就说我们这个超厉害 确实蛮厉害的 它的飞行速度是音速的9倍 射程可以超过1000公里 但这次这个联合军演 说有这个巡护卫舰去的时候 这也是官方首次提到说 有搭载告石及音速飞弹 这也是第一次有讲 所以它算是首次参与国际军演吧 大家会这样子打一个问号 应该是吧 好那俄罗斯的极音速武器 这也算是他们武器库的核心之一 那在一月的时候 就有在普清下令之下 在挪威的海进行防空的演习 好这个军演 让中国大陆觉得蛮不错 他说有助于推动 金砖国家防务安全提升 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 但有很多人分析说 这是不是代表南非在选边站呢 在选中国跟俄罗斯这一边 但是有专家认为说 南非有它的政治考量 它只是想跟美国这边来喊价 希望华盛顿给金融的支持 好但不管如何 现在美中的角力 自然是全世界的大事 美国这边的国会 也有六场的听证会 那大部分都跟乌克兰 还有中国大陆有关 那其中台海也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焦点 美国众院外委会 针对打击中共挑衅的 世代挑战举行听证会 另外新成立的众院 中国委员会首场听证会 则是请来川普时期的 白宫国安顾问麦马斯特 和副国安顾问博明出席 一天内美国国会和乌克兰 或中国有关的听证会有六场 而中国和台海议题 也出现在乌克兰相关听证会 关注美中关系 是国会当务之急 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有共识 包括限制抖音海外版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 禁止中资购买美国农地 以及限制美国对中国投资等 而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 则是获得两党议员支持 中院财委会通过九个对抗中国法案 其中三个不歧视台湾法 台湾冲突贺阻法和保护台湾法 都跟台湾直接相关 台湾冲突贺阻法让美国财政部 在中国入侵台湾时 公布中国领导人的资产 而保护台湾法则是在中国侵略台湾时 要求美国财政部 联邦储备委员会 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 将中国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 GVB新闻黄松普 宁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 好 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到 就是最近震惊社会的 这个香港名人蔡天凤的分尸案 其实最近这个港警 就是因为说蔡天凤他的遗骸 还没有完全的巡获吗 所以港警他们出动大拼警力 前往这个垃圾野蛮场搜索 甚至目前已经下挖 大概3到5米左右了 甚至还没有完全的巡获到 还是持续在进行这个搜索行动当中 那其实蔡天凤他前几天 就是228当天的时候 其实他的头期 那他的丈夫啊 也就是这个谭宰米线创办的人 儿子也首度的露面 那当时候他被这个镜头拍下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情绪 还是相当的难过的 因此他就是出席这个 他蔡天凤他的头期了之后啊 还替蔡天凤招魂 那很多人也是相当的不舍 那目前这个案子搜索的进度 大概是怎么样呢 其实港警先前已经逮捕5个人了 那这5个人中 其实有4个人都是前夫家的人 那另一人则是他这个蔡天凤 他前公公的情妇了 那他的情妇其实他在先前已经获准保释 在接下来要等到这个3月下旬的时候 再向警方报道 那根据当地媒体指出说啊 这个情妇他大概47岁左右 那他的花名叫荣荣 那他先前其实是在这个按摩场所来工作的 那他涉嫌是以16万的台币租下一个房子来窝藏嫌犯 那目前就是了解到说他当时窝藏嫌犯 一次就是蔡天凤的前夫 那香港总统的法院他们裁定说 这个权案啊 这些嫌疑人会压到大概5月8号的时候 开庭继续在审理 对这个蔡天凤的前公公状况好像不断 最早的时候是听到他说过去他也是警察 然后好像涉嫌有犯到一些状况 所以后来退了之后 结果他居然还有一个47岁的情妇 那他这个说面容非常绞好 还是按摩界的名媛 大批穿着全套防护服的港警 用挖土机继续翻着垃圾也埋场 现场只要是港警找到疑似骨头物 就用这物袋装着 可惜化验后目前找到的都是动物的骨头 警方出动百几个警员到达古令堆田区 搜索死者蔡天凤的残肢 由于范围大 预计要用几天 港警一边找残肢一边审案 目前前夫一家四人涉嫌重大 接不准保释还还押看管 5月8号再提讯 唯独死者前公公的情妇获准保释 以荒头47岁的情妇 涉嫌协助罪犯 星期日被捕 沟茶两天之后获准保释 3月下旬向警方报道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五性按摩女画面融融 47岁颜值不错 被视为按摩界的名媛 蔡天凤的钱公公 几个月前消费后 对于荣荣惊为天人 不但高价包养她 还以一个月16万台币 租下了香港西九龙一处 作为禁屋藏娇用 蔡天凤去世后 她创办的流浪动物保护机构 为了纪念她 改用她的英文名字 脸书文中并称 感谢你一路以来对人 对动物的爱 我们10天前才聚会 你提出了很多很多的idea 我们无论如何 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并期望这位心地善良的创办人 一路好走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这个最近MWC通讯大会 在这个西班牙当地举办了 那其实这次啊 有一个很特别吸睛的焦点 就是这一台手机 那这台手机 它其实是这个手机大厂 最近退出全新概念的 这个卷轴机 它说它的荧幕啊 其实可以自动升起来 那它收起来的时候 其实就跟一般平面手机 看起来没有太大不一样 那它大概还有一些 怎么样的特别的点呢 带你来看 MWC展上新科技不断秀出来 像是现代人的手机 要拿得又行又潮 技术也要不断更新 折叠机近年又开始夯起来 除了三星 这一支小米折叠手机 轻薄度提升 折起来一样轻巧 还有内建相机有升级 从平面折叠 未来你还能选这款卷轴机 MWC的展览 这边其实也有手机大厂 来到这边做了科技的展示 好比说像我们左边这一支手机 跟右边那台电脑 它的萤幕相较于过去这两年 大家在讨论的折叠机 它有不一样的使用方式 像电脑它现在就开始在网上 有点像是卷轴的模式 又或者是说左边这支手机 它是Motorola的 我们可以称它为卷轴机 它的萤幕到时候会慢慢的往上推 甚至你在一般使用打电话功能 或是开启相机功能 在萤幕往上推的模式之下 都能够正常使用 在设计上 折叠机主要是在同个角度 反复操作 屏幕挑战相对大 卷轴机则是滑卷功能 要在不同区域不断滑动 主要在构造上比较难 从我们最早的折叠 目前我们在做这些滑卷的一个新的尝试 那我们的目标都是 这个我们叫做 Carismal USB 带的时候小小的 用的时候展开来 又能享受大大萤幕 MWC上秀出矽精手机 萤幕上如何精进 业者们推成初心 除此之外 手机大厂Apple即将推出的iPhone15 终于肯跟大家一样 传出将会改用欧盟新法 统一重点规格Type-C 未来民众想换机 不用再担心转接线好多条 能够一线搞定 TVB的新闻总报道 MWC28号 其实有一个专题的演讲 HTC的董事长王雪红 其实就有第四度的受邀来进行分享 那他这次也针对像是元宇宙 还有虚拟世界5G 来跟大家一起进行讨论 MWC全球行动通讯大会重头戏 专题演讲登场 台湾大厂HTC 宏达电动市长王雪红 第四度担任演讲嘉宾 畅谈5G技术和元宇宙VR 虚拟世界 结合应用等新契机 王雪红说 透过元宇宙和SR技术 不只能创造沉浸式体验 公司之间协同合作 更是元宇宙内容服务和平台基础 以HTC VIVE来说 开创虚拟实境体验 现在5G和6G发展 加快连接速度 还有HTC VIVE等技术 应用在艺术医疗等各层面 缩短世界之间距离 也强调元宇宙就像互联网 让使用者和企业 以全新方式体验 今年MWC演讲 以学术型研讨会进行 与会的还有Nokia总裁 新加坡韩国KT 以及意大利电信执行长 对5G加速计划和元宇宙发展 提出新想法 也创造更多火花 这次MWC大会 台湾电信三雄总董也齐聚 中华电信总经理郭水义 台湾大哥大董事长蔡明忠等 通通出席 要秀出全新5G技术 也创造更多商机 体北新闻 吴回忆林敏锐 西班牙巴塞隆纳报道 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我们用Google Trends 带大家来热搜一下 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话题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的热搜关键字是什么呢 美国热搜关键字是赤藻糖醇 它其实是一种带糖 那有些民众 他想要控制这个血糖摄取的话 其实就会选用像这种赤藻糖醇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报告指出说 如果民众这个血液中 赤藻糖醇的含量提高的话 那么这个血栓中风 心脏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就让很多人开始觉得 天哪 当初选用带糖 不是想说可以相对健康一点点 对 我现在要把赤藻糖醇 在我那家的一包赤藻糖醇 因为我之前做蛋糕 也会选用赤藻糖醇 就是看起来 这个被说是比较健康的选择 就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大副作用 没有错 那还有一些国外的医师 也有提到说 赤藻糖醇它会导致这个血液 更容易凝固 甚至还说这个最新的研究 带给大家一个很大的警示 那他说这个研究里面 还要显示说 有一些这个受试者 他们的体内含有高含量的赤藻糖醇 他说未来只要在这个三年之内 心脏病发中风跟死亡的风险 也会跟着呈现这个正相关的 的关系就对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这个报告是不是没有这么的准确 因为这个CNN 他们就有报道指出说 这个卡路里控制委员会的执行董事 他就有提到 他说其实过去有些研究 是有显示说赤藻糖醇 这些带糖都是安全的 他说虽然这个新的报告 是这样子指出说 有一点风险 但是还没有办法 很明确的指出说这个赤藻糖醇跟民众这些心血管的疾病 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因此说民众还是不要太过于担心 但要是你担心的话 还是可以先减量的来摄取 但我觉得这个减重 或是想要维持健康 一个很大原则就是多吃天然的食物 这种加工或是这种化学的 或许真的会有一些状况 只是可能还没有报告显示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稍微控制饮食的时候 注意一下你选择的食物是什么 好接着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一位这个体育的好手 他是哈基米哈基米 他是巴黎圣日耳曼摩洛哥籍的球员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社会案件 因为他涉嫌性侵 现在遭到警方的调查 那这事情发生在不久 就2月25号最新的事情 这个时候但他是因为这个七小都到了杜拜来度假 结果呢他就不安分 他跟一个持续联络一个月的23岁女子 请他到他家来做客 结果呢就到家之后 这个哈基米就对这个23岁的女子 就是脱掉他上衣 然后就有发生性行为 那女子后来离开成功逃脱之后 他就有到附近的警察局来报案 那女子是说这个警 他跟警方说是哈基米性侵他 那他说起初他是不想报案的 但是警方觉得事情好像有点严重 所以决定主动采取行动 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 那这件事情就会牵涉到到底是两情相怨呢 还是有一方不愿意 那这件事情可能还要再深入调查 因为女生有进到男生家嘛 所以很难去说什么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哈基米背叛了他的太太 对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所以成为了英国的热搜话题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日本的热搜关键制 是这个Rapidus 他其实是日本的这个半导体企业 那他同时也是日本政府 他们投资这个700亿的日元 结合这个8家企业 出资成立的半导体公司 也因此这个企业在这个国内 被称为这个晶片国家队 那他们最近啊 这个Rapidus的社长小时 纯一他宣布说 他们要成立一个新工厂 那这个新工厂要设在 北海道的千岁市 那他说预定在两年后 完成一条2奈米的半导体原型产线 那这个产线完成之后 预计在2027年的时候 会开始量产 那有些人就开始好奇说 为什么这个新工厂 要选在北海道这边设立吗 那这个社长他有提到 他说其实北海道这边当地的 这个水电跟基础设施相对稳定 很适合半导体的生产 然后另外这个NHK的报导 有指出说其实Rapidus的新工厂 选在千岁市的这个工业区 其实在那个工业区那边 他们通往这个新千岁机场 也是相当的方便 也因此说他们会选在这个地方设点 也是有一部分的原因在 也因此成为这个日本的热搜关键字 所以GPU在全球都是个关键的 这个战略物资 所以每个国家都很想要赶快游 好南韩呢则是电动车 我们知道电动车已经成为 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们现在节目上也很常讨论说 每个国家都想要发展电动车 那最近我有看到说 美国总统拜登 他要把一个12公里的这个公路 弄满充电桩 因为充电车 电动车最大就是你要游 随时可以充电 不然你总不能开到一半煤电 好那现在这个美国也要做 这个充电公路 那南韩为什么是电动车呢 主要原因跟钱有关 就是补助啦 要买电动车 哎价钱还不便宜 如果政府出了一点补助 买的意愿就变高了嘛 好首尔从27号开始 受理民众申请上半年 12,053台的电动汽车的购买补助 你看12,000多的这个电动补助 但是他们今年的目标 只要是要10万辆的电动汽车 这么多 还蛮还有8万多辆要努力哦 好那他们说 只要是在价值5700万韩元 我现在以下都把它翻成台币 只要价值每辆在132万台币以下的车辆 最多可以获得这个大概是台币20万元的补助 不无小蛮多的哦 好那如果你是价值在197万台币左右的这个车子 就是5700万韩元以上然后不足8500万韩元的话 就大概197万台币以下的车辆 可以获得50%的补助 反正它补助非常的多 而且大家会觉得蛮心动的哦 甚至包含像是冷藏车 它也会补助蛮多的 也因此哦 登上了韩国热搜 可能大家想说 哎对 那我接下来可能就可以买电动车 那我补助哪一个区段 哪个价钱可以补助 大家会精算嘛 所以成为了南韩的热搜话题 接下来看到的是香港的热搜关键字是麦施敏 其实麦施敏也跟这个最近香港相当就是震惊社会的这个民园分尸案相关 其实这个麦施敏她是香港这个TVB的女主播 那她先前啊在报道这个分尸案的时候 就被民众发现说她的情绪似乎蛮激动的 甚至报道的过程中还有眼眶泛泪 那根据香港当地媒体报道 她说当天麦施敏在播报的时候 在播报新闻之前她就有先提醒民众说 接下来新闻可能会让大家不安 然后之后她就说了说这个法医跟警方在先前查扣的这个汤锅内 找到一次蔡天凤的遗骸 那之后她的情绪一次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跟着受到了一点影响嘛 那新闻播出之后其实很多民众他们对于这个麦施敏这样子的 呃情绪受到影响的这样的举动 其实很多民众都是认为这是人之常情 也不觉得说他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不专业什么的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大家都是有同理心的 即便是你在网路上或在手机上看到这个蔡天凤相关的新闻的时候 你可能心里就会有一些不安跟恐惧或是觉得难过 那更何况麦施敏他当天是播报这个新闻的人 也难免说可能情绪上相当的难过这样子 也因此成为了这个热搜的关键字 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哦 因为这个分尸案的手法蛮凶残的 所以大家可能在警方的口中讲出来哦 因为警方是完全没有遮蔽的讲 所以这个说出来听到的时候 真的当下冲击很大 我觉得这不是香港早期的什么人肉叉烧爆的电影吗 怎么真的出现在现实社会 然后又是这么漂亮的女性 然后又这么善良 所以这个难免会心情有一些影响啊 好我们再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T1明星赛哦 他们说这是睽違近20年耶 台湾只然史上再度举办明星赛的盛宴 因为我对蓝坛的体育消息并没有到这么了解 但我觉得哇如果是20年睽違的话 真的是蛮棒的一个赛事哦 他们是在28号就228这天 在这个和平馆盛大举办哦 那当然7000席的门票是全部受光哦 好那我们要讲说 因为他们这个明星赛大家就是会投篮嘛 你看拿下几分高分 那就有这个首轮跟决赛 那这个首轮的压轴登场就是魔兽霍华德哦 他也有不错准度 但他没有在时间内完赛 所以最终只拿下了15分 所以他后来就有讲说 真的是球迷谢谢他们的支持 然后他觉得对手都好准哦 那因为他就是只有15分哦 所以前面都20几分 所以他就被淘汰 然后他就说接下来他会持续在场边 帮参赛球员来加入 那最后进入这个决赛的四强选手就是 于幻雅 谢亚轩 卢冠轩跟李奇伟哦 那这个太阳的卢冠轩展现高命中率哦 他在这个决赛这一轮轰下了31分的记录 那前面因为他有23分 所以反正总共比起来他是最高 所以他就是T1明星赛 三分球大赛冠军 确定就是由卢冠轩拿下 这就成为了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新加坡的热搜 关键字是这个误杀 那其实这个关键字是起因于 这个新加坡的某数游乐场 在去年1月的时候 他们发生一起这个双胞胎 遭谋杀的案件 而这个凶手就是他们这个双胞胎的爸爸 那当时他被警方逮捕的时候 其实是以这个谋杀罪被起诉的 不过最近这个负责该案件的副检察官 他就指出说 要将这名爸爸的谋杀罪 改成不等于谋杀的非法杀人罪 也就是误杀罪 然后再将他起诉 同时检方还透露了另一点是说 其实当时这名爸爸 他在杀害他的儿子之后 就有主动向警方来自首 还表示说儿子患有这个过动症跟刺壁症 那这个案子其实在去年1月发生 那一直在审理的过程中 二选将会在这个今年的3月的时候进行 那依照目前新加坡的法律来看的话 原本要是他是谋杀罪 可能是会判罪重视到死刑的 那他现在改为这个误杀罪的话 那么可能是面临终身监禁 或是最长20年的监禁 又或者是罚款或是鞭刑 其实这个刑度差蛮多的 所以就是成为了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 这样子 这个热搜话题让我想到香港刚刚这个蔡天凤 他们后来不是也说 为什么前夫一家人手法这么凶残呢 就要让这个尸体找不到 也很大原因跟误杀跟谋杀有关 找不到尸体就变误杀 那找到尸体会变谋杀 所以这行度差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前夫一家人如此极静的 可怕的能师要把他的这个尸体弄 看不到 没错 找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原因 好我们谈完了Google Trend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一个人 他是印度的首富阿达尼 如果一直有看我们节目的人 知道说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上有讲过说 他有希望把一个这个贫民窟改造成这个新市政 他说他愿意出钱 但现在恐怕没办法出钱 因为连他自身都难保 其实阿达尼先前我们好几次谈到的时候 他的形象都是蛮正面的嘛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他是印度首富 然后做了 除了他旗下很多企业 都做很多之外 其实也做一些这种 像刚刚一轮提到一些比较善举啦 所以让当地的民众对他也是印象都蛮好的 但他最近啊 他好像涉入了这个诈欺案件 是怎么样子的案件 我们来跟大家 来跟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先提到的是印度首富阿达尼 他在国内的这些企业啊 有这个煤矿开采 基础建设 甚至新闻媒体通通都有 那他的收入其实相当的不错 去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挤下 这个亚马逊的创办人贝斯佐 那他贝佐斯 然后挤身全球这个第二名的富豪 那他最近是为什么会卷入这个炸漆事件 主要就是美国的放空机构 新登堡他们有一个研究 指出说这个阿达尼集团 他一次利用这个空壳公司来操控股价 这样子的行为就有诈欺的行为了 甚至让他们因为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让他们旗下的很多家企业股价 也就这样瞬间的蒸发掉 而这个研究出来了之后啊 这个美国对冲基金的大亨阿克曼 他也提到了 他说其实他觉得这个消息 具有高度的可信度 而且充分的研究过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阿达尼旗下的这个多家企业的股价 急错将近25% 也让他们的资产下跌 跌了蒸发大概超过上亿元的这个美元 那阿达尼他自己本身的资产 也跌近从这个200亿美元左右 那现在他的资产大概只剩993亿的美元 那也让他这个富豪榜的这个排名啊 从第三名跌到了第七名 其实这个落差真的是蛮大的 这代表股价这件事情 几乎是他身家财产的蛮大一部分 所以这个跌幅这么明显 就会非常的可怕 所以但是其实这个机构 他们这项研究指出 指出来了之后 其实阿达尼集团 他们事后就是有反驳说 他们并没有涉及像这样子的诈欺行为 但是这个你自己说没有 但是外界大家怎么看 也不一定是会相信你说 你真的说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也因此说 受到这个报告的影响 国际性评级机构目的 他们也调降了这个阿达尼旗下 两家子公司的这个评级前景 从稳定下调到负面 同时他们也说 为什么他们会下调 主要就是因为说 这个集团旗下公司的股价市值 迅速大幅的下跌 导致说这个公司 一是出现一些质疑的问题 所以他们才会采取这样子 降级的行动 那除了目的之外 像这个指数供应商 MSCI 他们也表示说 他们要重新评估阿达尼集团 旗下公司的自由流通股的股价数量 主要就是因为说 其实他们集团的股价 连续三天挤土 大概超过两成左右 甚至在2月3号的时候 一度触及1017.1的卢比 这是该波段的新低 相较他们去年12月21号的时候 其实他们当时候有触及4190的卢比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因为受到这个影响 这个股价真的是像是云上飞车这样降下来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阿达尼集团 接下来是不是真的会要面临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或者是说他们集团是不是资金上会有一些问题呢 不过其实他们除了影响这些 他们自己的公司之外 很多人看的不是只有阿达尼集团而已 他们看的是整个印度目前整体的经济跟股市的状况 他们认为说因为刚刚有提到阿达尼集团 他们在他们国内蛮多的这个品项都有在进行设略 像是基础建设阿媒体或是一些这个煤矿产业 他的触角很多元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他将股价这么快的下跌 所以对这个印度的股市跟金融体系受到一些影响 导致说一些外资开始撤资了 那撤资了之后他们就会担心说 诶这样子印度的股市会不会就表现不如中国 还有其他的一些亚洲市场 所以这些是投资人看的点是在这边 那等于阿达尼占这个印度的经济蛮重要的核心角色 还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先前印度政府他们有公布以上这个5.5亿兆的 5.5兆的预算基础建设 而在这个基础建设里头 其实阿达尼集团就是这个之中最重要的投资者的角色 也因此大家会觉得说 基础建设就真的跟民众更相关了 跟国家也最相关 对尤其又是这么大笔的这个基础建设 所以大家就担心说 那他现在股价这样这么急速的重挫之后 是不是之后这项建设会受到一些影响呢 国内民众也开始有点担心 不过其实啊 先前大家也会知道说 阿达尼他跟这个印度现任总理莫迪 他的关系其实还不错 那集团开始面临这些问题了之后 也难免引起一些政治的效应 像现在他们印度国内一些反对党议员 他们就开始要求说莫迪 你要开始针对阿达尼集团这项诈欺的行为 开始发起一些调查 甚至还说他们要成立这个联合委员会 由最高法院来展开调查 甚至还要莫迪说你要召开记者会 所以这个反对党议员就 现在就抓了这点开始 攻击 攻击这样子 另外还有些人看的点 就是像刚刚提到 一些外资跟经济学家 他们看的点不同嘛 他们认为说阿达尼现在集团 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对印度来说整体都是不太好的 因为说中国一些市场 他们现在正在开放 所以外资啊 他们会相当关注这些亚洲市场的脉络跟走向 所以这样子可能会导致说一些外资 真的不愿意再再度进到这个印度的市场里头来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阿达尼的集团 他们因为股价重挫 所以导致说阿达尼他本身的资产 也是缩水蛮多的嘛 所以刚刚说他的这个亚洲不好排行榜 其实现在这个亚洲首富的宝座 已经被印度信实工业董事长安巴尼所取代了 所以他也不再是这个亚洲首富 同时他全球的富豪榜的这个排名 也是跟着下跌这样子 所以也因此让这个印度当地的一些民众 还有一些这个金融学家跟经济学家 他们开始关注这些相关的未来 接下来在这2023年内阿达尼集团甚至印度整体集团 印度整体的这个走向大概是怎么样子的状态 那大家想要知道的是说他们影响会多大吗 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呢 那我们这次也有访问到清华大学通讯中心的方天赐副教授 帮我们分析 阿达尼集团在这个这一次的事件之前 它其实大概就是印度前三大的这个商业集团 它的这个投资的项目其实蛮广的 主要包括像这个港口啊 然后这个基础建设 然后像这个电力啊 那这些东西对印度的发展来讲 其实都相当的重要 特别是它因为掌握了印度大概十多个重要港口的对外营运 所以等于是印度对外的贸易里面 它算是一个蛮关键的角色 那第二个其实大家关注的是因为 阿达尼集团跟总理莫迪有非常好的关系 因为阿达尼集团在这个开始成立之后 那其实它的这个崛起啊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莫迪在当这个古吉拉特省长的时候 然后他也给莫迪的这个施政上有很多的帮忙 那两厢这个合作之后 所以这个阿达尼集团就有点像是这个红顶商人的味道 所以很多这个坦白讲很多外商外资 他们到印度去投资的时候呢 都会希望能够借由阿达尼 然后能跟印度政府搭上线 那甚至莫迪在第一次竞选总理的那个大选的时候 其实就被反对党曾经这个指责说 他在竞选的过程中啊 他其实搭乘的这些飞机啊 还有这个直升机都是由阿达尼集团所提供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阿达尼的决团的崛起 跟这个莫迪的从政之路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呢 你也可以说这个阿达尼现在其实反映了 莫迪主政之下一个经济成长的模式 因为这样子所以受到很大的关注 目前为止哦 因为他这个股价的跌势啊 那还没有这个停止哦 那过去阿达尼这个最盛的时候 他的这个股票的市值 大概占印度所有股市将近6% 那现在腰斩了大概可能大概3%左右 那即便如此 当然他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我看到印度内部的报导 他们认为说对印度整体的影响 在中期来讲可能还是比较有限 因为他们目前还是倾向 把这个所谓的问题 限制在是一个各单一的财团上面 不过我觉得印度政府处理 这个事情的态度会是一个后续的关键 因为印度明年就会举行大选了 所以反对党希望利用这个事件能够能够让这个所谓执政党的声望啊 或者说他的影响力能够把它减低一下好了 那所以他们现在要求了国会要举行要组成一个所谓的这个调查委员会 针对阿达尼集团 甚至是他跟莫迪总理之间的关系要进行调查 那这个当然就会引发一些所谓政治上的效应 那只是说外界比较好奇的是包括这个莫迪啊 或者是印度相关官员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很积极正面在回应这个问题 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给外界一些所谓遐想的空间 好我们刚刚看完这个阿达尼这个富豪的状况之后 我们当然这个他都是几千亿美元几千亿美元的谈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持续在富豪的这个话题 可以看到我们说这新加坡最近被发现说好像多了很多富豪 他们从哪里来 好根据就是比较像是房仲他们的讨论是多 就是说新加坡最近多了很多年轻有钱人 常常会聚在一起聚会 但以前好像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 但是好像他们也认为蛮正常的 因为新加坡最近真的是一个可以吸引蛮多人去投资 或者在那边开一个什么家族办公室的地方 好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就带大家先来看 这个我们的标题直接破梗了 到底谁移民到这个新加坡了 就是中国大陆的富豪啊 好你可能会讲说对啦 from China嘛他们可能没钱花 其实更大原因是很怕中国大陆会盯上他们 我们看到旁边这写说 近期这个接连打压 科技巨富逃税名人 然后近三年来都实施了清零措施 好这个科技巨富 如果让一欢来 你第一个冒出的人是谁 科技巨富 你说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富 好一欢不知道 就是马云 对 然后逃税名人呢 随便超多的 范冰冰 对不对 最近范冰冰才付出了嘛 所以这些都会成为中国大陆 共产党的眼中钉 党看你有钱就不爽 他就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我就查你 查到有点不法 可能你就会吃官司 这就是中国有钱人担心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开始从外面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过去可能会稍稍找香港吧 但是香港后来国安法开始之后 他们可能也非常的忌惮 因此找找找找哪呢 找新加坡 他们都会到新加坡的一个叫 盛桃沙这边来居住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新加坡 但是盛桃沙就是一个 这个可以看海滩 对而且那边蛮算是他们的观光热区 对那他正好在新加坡最下面的一个小岛 那这个地方就成为了蛮多这个中国富豪到的地方 去那边喝酒啊 去那边就是欣赏度假 或在那边移居 好那中国大陆为什么会让有钱人这么忌惮呢 因为现在他们这个将近三年的清零措施 也让中国大陆很多富豪认为说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感觉不太安全 所以要赶快的移出中国大陆 好那新加坡就比较好吗 新加坡过去60年来都是同一个政党执政 所以他们也稍微比较严厉一点点 像是他们也禁止罢工抗议 那税率相对比较低 那华人又居多 对中国大陆有钱来说 感觉是比较友善的环境 所以他们就选择到这边 好那当然这个有这个移民公司的总裁 他就说其实中国大陆有钱人 花钱真的是非常的疯狂 不手软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次在一个场合上面 大家就开了一瓶日本的威士忌 结果那一瓶开下来 要新台币2400万 太贵了吧 对但是有钱人我就付得起怎么样 我就是要让大家叮嘱尽欢 我愿意花2400万 开一瓶威士忌给大家喝 对有钱人 这种朴实无华生活 是我没办法想象的 你看到这个移民公司的总裁 他说协助顾客找豪华的公寓 聘雇司机找名校 买名贵的雪茄 为什么去找移民公司总裁 因为他就在现场 他就在当地 他可以帮忙找 那他有生意上门 他也会去搜集 到底是哪些族群 就发现真的都是中国大陆的有钱人 那甚至像是这个海底刀的创办人 他也慢慢在新加坡做了一个家族办公室 那后来就发现说 家族办公室真的越来越多 2020年的时候大概只有400间 那2020年的时候有700间 那这个数据 目前预估2022年应该是有1500间都有家族办公室 而且可能一半都是中国这边去弄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分散风险 好那这个私人银行经济学者说 其实新加坡是一个顶级富豪 做生意非常方便的中立地带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他非常处理 灵活处理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他跟美国是采取密切安全的合作 对中国大陆的部分又是稳健的贸易往来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进可攻退可守 好但反映来说 新加坡就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国家 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看你怎么运用 那新加坡要你移民来也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之前节目上有讲过 他好像要看身家的 对光是你去工作就要看身家 各何况是移民 想必没有个几百亿的美元 应该是没办法去移民 我们应该都不行 对我们就还是继续待在台湾吧 我们继续加油 好我们看完了有钱人之后 当然还有另外一群 没有钱怎么办呢 我用信用卡好了 对 先付嘛至少能付一点是一点 好结果有些人连卡费都找不出来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通红的影响变得很大 因为这个都有很连带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带来大家来看 美国这边其实有一些数据 从美国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全球 因为我觉得美国还是主要的这个世界经济体 好美国信用卡年龄率 平均大概是将近百分之二十 这是因为升息的关系 那这个年利率就是循环利息 反正就是你付不出来 它就是一直滚钱滚钱滚钱 叫你赔嘛 就叫你多花更多 所以这些什么 这些什么现金卡 就觉得美国不是很多人就负债很多 就类似的 但是信用卡好一点点 好那越来越多消费者是依靠信用卡来负担上涨的生活成本 意思就是说现在通膨很多 例如鸡蛋以前是六块一颗 我们现在要十块一颗 那这四块钱呢 这个很多人想说 那我先用信用卡买鸡蛋 那这个四块钱我至少可以一个月之后再付 对不对 是用这样的方式再做 好但问题是这个东西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因为我们的薪水也没增加 那通膨又一直上升 你就付不出来就永远付不出来 所以信用卡的数据公司 他们就说美国在2022年底信用卡的债务总额达到这个9000多亿的美金 较前一年增加18.5% 同样也是因为通膨的关系 好那消费金融公司就更深入的去查 说如果以最低限度的金额来缴费的话 多久才能全部付清呢 结果居然要17年才能付清 而且利息是8000多块美金 所以这怎么可能撑得下去 这一定会崩盘 对 就是像我们年轻人去借这个用信用卡来缴费 一直缴最低限度 后面那个滚雪球就越滚越大 所以他们说在第四季去年的时候 就发现说其实有2.02亿的用户 但是这里面大多都是Z世代 就是18到25岁 就他们都是自己的借贷人 就是信用评分大概在600以下的借贷人 然后年轻人获得信用卡之后 我觉得就会有一个概念是 反正我信用卡可以先刷 我就找最低限度 我之后再还 我有钱再还 我有工作再还 很抱歉 20%的年利率这样子循环下来 也是蛮可怕的 所以越多年轻人拥有信用卡 就会越拖欠的卡债 所以这就是变成很可怕的循环 如果你是阿达尼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但你又不是阿达尼 我们是你阿达 所以只能就是稍稍的控制 那有些人会说 那我不要用信用卡 我喜欢用现金的原因 就是不要能够控制 在这个通膨巨破的巨大的时代 我们都只能用更多更好的方式 来稍微的开源节流 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 好 这就是上半场的 国际Plus和全球 希望你喜欢 下半场有主持人吴福瑞 带你来看环保与气候